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視頻獨白Channel 今晚這條片是我關於富士的非想模擬的第二條片 其實我在第一條片就拍完了 只是剪的時候就剪了一部份,因為太長了,就第二部份 接下來我講完這個introduction 我將上一條片的第二部份就放來給大家看 但是在做這個動作之前,我特意要拍影片做一點回應 因為有網友提到我已經是一個反富士的Youtuber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眼睛在哪裡看到我反富士 又或者他的理解能力是怎樣呢? 可能只是開玩笑而已 但無論如何,我都要澄清的 其實不用澄清,任何眼睛正常或者聽覺正常 都聽到清清楚楚 富士很多相機都很出色的 我已經是高度建議大家入手GFX系列 相當抵玩的中片幅相機 他這隻相機是把那些高價的中片幅打到一摸一摸 另外就算是APS相機,他都很多很正的東西 那就不逐步說了,OK? XT3都很划算的,XT4都不錯的 很多都很划算的,X1便宜到貼費的 還買到水貨 那我自己手頭還有幾部富士機的 我只是沒有展示的照片而已 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根本這條片 就是讚賞FUGIFILM的CAL POFI做得相當正 唯一要指出的就是這個CAL POFI 包裝成為,講成為一些模擬FUGIFILM的東西 使得現在有很多新入行的 新入行的玩家 真的覺得自己正在拍FUGIFILM相片 你們千萬不要出事 你不要把富士CAL 那些什麼FUGIFILM模擬放大 把相片告訴人們 這些FUGIFILM效果,笑死人 兩回事而已 你們仍然在拍數碼攝影的數碼效果 不過他在我名稱上做過包裝而已 富士相當厲害的Marketing 我是讚賞他們 OK,去片看看 跟著我來這個第二個Part 2 究竟講什麼呢? OK,文章是這樣的 他說FUGIFILM的X186 FUGIFILM最新的相機發表 就是很多人都是 看看哪裏能夠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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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他就告訴大家 教大家一個方法 如果你是Nikon Z-Level的Omda 他就教你一個 可以將一些 模擬FUGIFILM的東西 他加了任何模擬FUGIFILM的東西 你如果喜歡哪一樣東西 就可以放進你的相機裡面 而且是抖領也不用的 他教大家一個方法 他就說 Nikon 可以 Nikon Picture Profile 那裏面 可以用一個 3rd party 的第三方軟件 這個軟件叫做 Nikon Picture Profile Editor 不是Nikon原裝的東西 可以將 一些你Edit過的影像 Profile 直接放在你的Nikon Z相機裡面 甚至舊的Nikon 數碼單品 都可以 所以 有了這件事之後 你根本就不需要用FUGIFILM X160 的Film Stimination 模擬FUGIFILM效果 是不需要的 有它的Dead in the water 那當然 我就不一定同意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FUGIFILM那些 所謂FUGIFILM模擬器 確實是一些很方便的 一簡就可以出一種效果 但是我只是這裡 我說它很可能是一個 就是我不同意它這樣做 這樣說法 只是不同意它 把它包裝得太過 說給人家是FUGIFILM 而且那些人就相信它是FUGIFILM 在這方面呢 FUGIFILM應該做一些解釋 告訴大家 這些是Gimmick 而並非真正的FUGIFILM效果 是這樣 一日一日有些新的朋友 他真的覺得 拿著FUGIFILM相機 拿一些FUGIFILM模擬效果 就等於拍FUGIFILM一樣 當然是差很遠 兩回事來的 OK 那看回這裡 這裡就說 有些方法可以模擬 FUGIFILM的FUGIFILM 柯達的FUGIFILM 都可以模擬出來的 實際上 它也給了原先作者 這個軟件的開發者的名字 那我不讀出來 沒所謂 因為我真的不懂得讀 這個不知是哪些國家人來的 Anyway 大家有興趣的話 給大家一條link 大家上去試了 有機會的話 我可能拍另一條影片 解釋給大家知道 究竟這個 這個 這個APP 是怎麼玩的 這條影片主要不是講這件事 我們暫且放在一邊 它也有教方法 大家是怎樣 將一些 Nikon的Picture Profile Editor 做的那些 profile 怎麼放進相機裡面 在這裡 我也不詳細講了 因為這條影片不是教大家做這件事 我只是討論這件事 我更加關注的是一件事 其實你對數碼相機熟悉的人 了解的人 你都知道一件事 數碼攝影的特性 是一種Digital的影像 不同牌子的相機 它最原始的 都是用CMOS去攝取影像 顏色來自 每支鏡頭可能有差異 無論反差和顏色都有差異 但都是很mine 到CMOS去攝取影像 原則上它都是準確的 但到了影像的 image processing 它在那裡 就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做出來 例如你的RGB的影像 它可以在RGB裡面 每支顏色的emphasize 都可以不同 可以在highlight時間的紅色 midtone時間的紅色 或者是shadow時間的紅色 都可以做不同的傾向 即是說你三元色的highlight midtone和shadow 都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 再加上它那個contrast 每支顏色的contrast也有 在highlight、midtone、shadow的contrast 又可以有 即是說裡面的那些 調校是變化萬千的 跟著另外影像的sharpness OK? 你可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每支顏色 独立搞sharpness 我沒有什麼需要 OK,但你可以整個影像 它的sharpness不同也可以 反差也可以不同 即是說很多東西可以調校 即是說呢 相機原先就應該 每支相機 給我們一個最美的standard 如果它連這個 最美的standard 都做不出來的話 它倒閉都可以 即是每支牌子 拍出來什麼都不調 應該是一個最好的影像 最好的影像 但是為了我們有些時間 需要一些影像的風味 穩味 效果 我們把它做一些我們自己 傾向的調校 例如把紅色弄紅一點 把綠色弄綠一點 把藍色弄藍一點 或者沒那麼藍 OK? 在整個過程 決定在highlight裡弄 在midtone裡弄 還是shadow裡弄 不知道 另外整張照片的conference 我們是否應該降低一點 提升一點呢 又不知道 可以這樣做 另外影像銳利度 你需要不需要調校呢 其實在拍照過程 我們是不需要調校的 你如果拍照已經調校了 你把照片就破壞了 其實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至於加這個philim 粒子效果 當然你希望你這張照片 是有些philim的感覺的話 你就加粒子 但是數碼出來的粒子效果 和你真的粒子 是兩碼子似的 我有個課程教大家 怎樣擺放真的粒子 會更加正 但不要緊 Fujifilm 或者Nikon, Canon, Sony 都好 它的Screen Mode 或者Picture Profile Picture Control 這些東西 加上Fujifilm的Stimulation 都是一些影像效果的 One Touch的控制 沒什麼特別的 我只是這段文 告訴大家 它的Marketing太成功 大家不要真正覺得 它是philim效果 結果這個說法 引來很大的討論 在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帖子 有網友的回應 但我覺得不要緊 討論的東西 是沒有對錯的 只是大家的意見表達 名字都不說 我逐個逐個回應 有網友說 每樣都簡法的即食聯繫 五Sir 你說 只可以對著我們這些 玩了若干年攝影的弟子說 就是說 對一些完全新人來說 你告訴他們 這些Fujifilm的 Film Stimulation 菲林模擬 其實只是一個gimmick 他們是不相信的 有些朋友真的確信這些 是將 菲林的 Color Science的東西 放進去相機裡面 有些人真的相信這件事 有朋友覺得無可厚非 商標一定是玩噱頭的 我是同意的 否則你買一架機 用寫一輩子 他們都關門 我也是同意的 產品是不停地推陳出身的 是不是 有網友認為心情漂亮 和不漂亮拍出來的相片 都有分別 不要莫提曬照 他是同意我一件事 其實曬照 本身你同一種菲林都出到千變萬化的色彩效果 果然不算你拍照的時候 再加Filter那些 那些 有網友都表示同意的 正確的 認同我講話的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自動加Filter直出 就是說 很多朋友是反對後製 其實你加了Filter就是前製 富士這些模擬菲林效果 就是一種 OK 拍照的時候 你將這些 後製東西放進去 什麼後製呢 你只是 按鍵之後的後製 in camera後製 OK 大概這個意思 有朋友說非常認同 我常有分析 很久之前上過黑白課 就是不是上我的課 已經明白這個道理了 你真的玩過Filter那些人 你真的會明白 確實是 Filter在曬照的時候 可以改變的東西是太多的 有朋友說絕對認同 當不同的品牌 Filter各有特色取向 但是最後衝出來的相片顏色 都是放在店鋪那裡的 其實Filter的顏色取向 可以都是說是 廠商的Marketing包裝 連Filter的這些取向 都可以是Marketing 例如 有些Filter公司 以前是很簡單的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之後 就陸續出了一些 專門拍攝人像的Filter 為什麼呢? 他說那些膚色重現好些 那就是說 那些紅色漂亮些 那這件事 是不是曬照做到呢? 當然曬照做到 你真的在曬照上 使得它的膚色的色 例如紅和黃 OK? 使得它顯現些 降低那個藍色 那你就已經達至這種效果了 是不是? 話雖如此 但是目前目測各種菲林的色彩 確實阿達偏黃 富士較鮮艷 櫻花偏紅 這個說法只是一個都市傳說 只是一個都市傳說 我絕對不認同這些 阿達會偏黃 富士會鮮艷 櫻花偏紅 我絕對不會同意這件事 那麼OK 首先我問回這位網友 你說的是正片還是負片? 如果你說負片的話 那不要說用阿達 因為富士或是矮黑化 你都沒有說 是不是? 究竟你用什麼賞子呢? 因為很多不同的賞子 你講到菲林 負片的話 你一定講到賞子 OK 這個也是開他玩笑而已 確實呢 在後來的賞子 都有很大影響的 OK 那就不講這裏了 那就 OK 那就繼續講了 有位朋友就說 伍sir你的論述其實很對 菲林每一章 我不是說我對才讀 我一會兒說我不對才讀 菲林每一章 確實是一定不會百分之一百 因為那時候的科技 還沒做到每一張上一藥 錯 一同菲林的東西是一樣的 一同菲林 一同一同菲林 放同一隻藥水 同一個溫度 一次過衝出來的話 它乘同菲林的色彩反應 反差各方面是一樣的 以前從來都做到的 就算你放進去 打相機出來的 同一層藥水一次過做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以前都做到的了 不只是每一次不同的意思 就是由光進入底片 感光衝光的過程都差不多 半至一百的準抗度 以前都很準的 不過問題是每一次都不同的意思 同一次它是準的 那會不會每張照片都可以99%一樣呢? 就是說現在相機來自的菲林 filter 因為科技進步 所以可以說 令到數碼曬照片 是不合理化的 99%一樣 至1%的鏡頭 OK,不要緊 各各各講 大家的理解不同 OK? 那麼就 有朋友下載了 但是他還沒試到給我看 那麼有朋友認為 現在的年輕人絕大部分只知道菲林 但是不知道拍攝影像 和菲林到相子之間的關係 就是沖曬的流程 或者用什麼設備什麼技術 這些才是影像色彩的關鍵 菲林拍攝完之後 菲林沖是一個問題 然後沖完底片 到曬照片的時候 用什麼照片子 曬照片的時候 用什麼照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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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藥水怎麼處理 其實你的舖子要每個小時去量度 但是外面沖曬泡 是沒有做這樣的事情的 所以顏色在那個差異很大 所以是 我都不算它一些用富士 有些用柯達 有些用Alpha 我都不算這些 只是算同一種藥水 你早五晚都不同顏色 其實每分鐘都可以不同顏色 所以呢 我就說 根本現在的人是不明白 曬照片是另一次的拍攝 我加印號的拍攝 另一個exposure來的 OK 那麼有個朋友 會認為非常認同 菲林這個字 是一種影像載體的統稱 他認為大致有三種菲林 他認為是 負片negative 正片positive 還有一些 都是 正片的order正片 coder chrome 他說coder chrome 和一般的正片是不同的 那麼 coder chrome 其實都是幻燈片 但是他沖的藥水是不同的 那麼就算曬照也好 曬照也有很多不同的科技 是不是 那麼現在有一般的彩色相子 都有alpha chrome alpha chrome 那也是另一種東西 那麼anyway 這些不懂的那些不講了 太複雜了 當年所有商業市場 全部都是拍幻燈片的 職業市場是拍幻燈片的 為什麼呢? 統一一點點 顏色鮮艷一點 反差高一點 適合曬照再刨照 當年可以充曬這個 這個 幻燈片的菲林 剩下一些 叫做實驗室lab的東西 他們用E6最頂尖的lab 通常經過order核實的qlap 他拿到qlap證書 是有份名單 傳給所有香港的商業市場 商業市場 市場可以根據這份名單 去找一些真正合格的qlap去曬照 為什麼呢? 穩定一點 他希望不要說不同店鋪出來的東西是不同 不要說一間店鋪總顏不同 他希望order當時的qlap 那些developer 顯影 color developer 即是顯色那些 fixer 這些溫度 pitch 即是酸鹼度 每個小時都要量度 要做一個測試 才能做到 嚴格的工藝 才能做到準確的色彩 你這麼複雜的東西 外面一般做不到的 所以呢 菲林出來的效果是 變化得很厲害的 OK 很多朋友都說回他以前的經驗 同一間店鋪掃描了都出來不同式 掃描出來是不同式 是會的 因為你可以有不同的setting 就算掃描了相同檔案 你在不同的打眼機出來 在canon的打眼機 在apps on打眼機 出來都不同的 還有在apps on打眼機 你十幾隻色 還有六隻色 還有四隻色的printer 都是不同的 所以這些菲林感都是 軟件的調教來的 OK 軟件的調教來的 有一個朋友在相機店 在沖曬店做過part time 他以前是自己做菲林的 多得的老闆支持 改用數碼之後 都是自己電腦調色 再回去相機店 用自己的方法 去出相相相相 保證它原色 這些很多朋友分享了經驗 就是說 在菲林時代 我們那個菲林效果 是變化得很厲害 不存在一種菲林效果 但富士菲林現在給我們那些 你選了一個 其他相機叫做菲林模擬器 只是選了一種模擬出來的色彩效果 它只是用菲林的名字去包裝這種東西 那就使得你感覺 你自己好像選不同的菲林那樣 實際上呢 跟真正菲林攝影是兩碼致事 兩碼致事 所以大家不要太認真 其實買一部富士菲林的相機 就等於有很多菲林效果 其實不是 你買一部富士菲林的相機 裡面有很多用菲林名包裝的 影像控制的 profile 在裡面 是好事來的 我不是否定它 絕對是好事來的 那就... OK 跟玩hi-fi一樣 根本很多都是騙人的伎倆 我不是玩hi-fi 我不知道 有朋友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玩hi-fi有什麼騙人的伎倆 跟一部機 改變免版招牌的價錢差不多 怎樣 我不認識這些 那我就不知道 OK 這位網友又有另一個留言 他說只是一種商業噱頭 又或者只是一種騙新手的騙局 他回顧頭這一句 真是100%同意 OK 很多都比較同意 因為很多朋友都是有水準 其實相機發展到現在 已經完完全全是一件消費品 又或者拉卡 甚至是一些高級的奢侈品 廠商出這些產品 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吸引更加多人買 所有這些功能 商品介紹 品牌形象 一切一切都基於Marketing OK 有時候回顧頭 大部分人都在研究中 這個filter 這個p set 顏色會藍一些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他發覺 99%的人 那個monitor 都沒有做care的 就是沒有教準你的monitor 你上機應有多準 你扔進螢幕裡 又是另一回事 OK 家裡的盞燈 也不是用Tunston 不是Tunston write 有時候這些東西 他就聽一下笑就算了 在數碼紀錄媒體出現 事實上是有效的 將影像的門檻降低 以前是很複雜的事情 更加多人接觸了攝影 但是另一方面 專業和非專業的界線 是模糊了 是不是專業業餘化 還是業餘專業化 我真的不知道 引起很多很多討論 那些爭論我不講 大家有興趣 就上我的Facebook 看看那些爭論 那些人是反對我 說是騙新手騙局的 那當然啦 所謂騙局看你怎樣理解 有些人理解騙局要拘捕的 這樣 那在人生中很多騙局 是不是 有些騙局是不用拘捕的 是不是 你說到他很極端要拘捕的騙局 我講的是一種 騙了你 使你相信的騙局 是不是 有些朋友跟我解圍說 感情騙局 OK 那不要緊 Anyway 自己想 有個朋友覺得 我又覺得菲林廠商必定有齊 又覺得菲林廠商 即是Fujifilm 或者Order 一定有齊 每一種菲林的官方調適標準和特性 肯定有 研究一種菲林出來 不是隨便的事 花很多時間 只是沖洗箱 受制現實環境 未必做到 官方標準 正確 絕對對的 確實是這樣 現在相機製造商 只有富士一家 兼具菲林和相機製造 都是兩個製造 在旗下 數碼相機 聲稱 調出最近次 旗下菲林的特性 全世界只有富士一家 資格這樣說 所以他在Marketing 就是這樣說 我是同意的 但是作為一個 又是說 作為一個 我寫攝影稿 寫三十幾年 從事攝影媒體三十幾年 寫過這麼多攝影書 也都在 YouTube 即是攝影的YouTube 那裏 出這麼多片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 道德上的責任 告訴那些新手 這個是Marketing的 噱頭 OK 說得不好聽一點 就叫做 騙新手去騙局 那只是 就是說你富士這種效果 其實和Canon 和Sony 和Nikon 他們每家公司的 Cal Profile 都是那樣東西 都是在裡面 改變你的RGB 改變你每種顏色 在高高 中 mid tone 和低調 以前的反差 加上 俐理度 甚至可以 放一點粗粒效果 就是這樣 所有這些 效果不會 超乎相機的 數碼影像科技 所有這些東西 都可以在 數碼相機上的調校 或者在後期 Photoshop 调教出来 不会超乎这些东西 不会放一些 菲林时代才做到的东西 数码做不到的东西 现在富士就很神奇地 在数码相机里面 做一些只是菲林做到的东西 不存在这些东西 就是说所有这些 富士模拟菲林的效果 任何牌子相机里面 都可以拖出来 就算在富士相机 你不用它这些菲林 profile 你都可以自己拖出来 最直接就是在后期的 Photoshop 或者LiveVote 你一样可以拖出来 很简单的事 一点都不难 OK 有人就说 与其说是菲林感觉 不如说是古早氛围的更贴切 不要紧要各个理解 我是同意的 可以有很多理解的 OK 大致分这段片都相当相当长了 我是准备拍另一条片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我就将富士富士film那些 模拟菲林效果 我逐个逐个拿出来 告诉大家 他们其实是什么 他们其实是怎样用最好 好吗 因为你只知道菲林的名字 实际上它怎么用呢 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留言告诉我 我就拍另一条片 跟大家将 富士film的菲林的 模拟效果 逐个逐个说好吗 好好的就留言说一下 给个like这段片 给个赞我 留言说 对吗 OK 有范图片为止 画面上去买到我推荐的台湾出版 正看中文摄影书 有几十本这么多的 不学就无术 OK 确实是 所以你要提升你的摄影的认知 提升你的摄影的智慧 提升你对摄影的理解 上高这批书就帮到你了 当然有一本对你来看的 不是我写的 是其他人写的 我觉得这些书是不错的 因为是台湾很聪明的出版商 好的经验出版商 在欧美市场 在日本市场选一些他们认为 相当值得推介的书 买版权翻译 我在这批书里面 再选一些我认为值得推介的书 放在上高买给大家 这批书的话 买三本就包顺风运费 在台湾用顺风 送到香港你的办公室 你的家里玩顺风站 OK 现在仍然在做一个相当正的promotion 买三本书 不单止包运费 送一条USB C to C的L 型充电线 PD充电线 你可以用这个PD的供电器 给你的相机一边拍一边充电 这条充电线有一米那么长 你放在相机袋里面 这条线就拔出来用 完全不阻止你拍照 相当正的 而且是一个尼龙编织 不是一般塑胶的很容易烂的那些绳 一条尼龙编织的绳 相当比较耐用 OK 另外画面上都买到我推荐的蔡司镜头纸 德国配方 讲明不是德国做 一盒200张 只是卖200元 减了50元 4-50元的运费 大概只是收你150元多少少而已 这个价钱是相当相当便宜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眼镜店卖着相同品牌的东西 50张装都要卖到 8-90-100元 就是说你买200张 就是买4盒 你大概要300-400元 现在你200元就买到 这个价钱已经包了运费 200元你嫌贵不要紧 买2盒95折给你 买3盒9折给你 OK 买4盒5盒6盒7盒 全部再便宜一点 直到 便宜到几乎是 入货价给你 完全没赚你 都可以 总之你买下去就可以了 买3盒就送一条 爬山性相机带 有不同的颜色的颜色 上个就买到的了 OK 那么这个影片相当长了 我希望尽快展给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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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